凌晨三點 明宅前監視器 一台鷹色轎車失控衝了過來 停在門口的休旅車 夢力一撞 九十度翻轉 大門 鋁窗也當場掉落 造勢轎車接著彈飛到對面停車場 才終於停下來 車上兩人嚇壞了 當場逃命 明宅紅磚牆被撞破一個大洞 地上長長刹車痕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愛車無辜被撞爛 車主好無奈 警方調查 造勢駕駛沒有駕照 年僅十五歲 而車上兩人竟然都只是國中生 小孩闖禍 媽媽來擦屁股 一早就到現場 向受害屋主道歉再道歉 媽媽說兒子正值叛逆騎很難交 之前就會偷騎機車 把機車藏起來 兒子竟然偷開車 這回闖下大禍 撞破民宅圍牆又撞壞別人的車 兩名國中生實在大膽 偷爸媽的車無照上路 兩方家長也得負起連帶的賠償責任 繼續孟輝 彰化報導 車用平衡 你想說 不要再用才能 想說 不祝大家